我们上回讲到罗马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在讲到这个世人的罪 读到如果一个人说他没有罪 我想他如果读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他一定可以像第三章十节说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那么其中当然原因很多 三章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 就是他们这个怕常常在中文圣经被翻译成敬畏 敬畏没有办法把这个原来的怕的意思翻译出来 这个怕就是在神的面前发抖 所以当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发抖 当你跟我,我们能够怕神在神的面前发抖 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许多的试探,许多的罪 所以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 结果十七节说 他们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 所以我们用总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太可怜了 我们今天人类是太可怜了 不认识神 不敬畏不怕神 平安的路完全不知道 今天我们看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好像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负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如果我们要跟神和好 律法是必须小心翼翼的 遵律神一切所赐下的律法 那么保罗在之前的教导里面 可以肯定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遵行或者来做 而得到神的这个喜悦 跟神有和好的关系 三章十到十二节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从这些话当中 我们就可以肯定 没有一个人可以 可以因为遵行或者做什么 而能够跟神有和好的关系 那么既然律法行不出来 那么律法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里就说了 那么这里就说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也就是说 十九节到二十节就给了这个答案 律法既然行不出来 那么律法根本没有用 神赐律法也等于没有意义 所以神赐一个人不能够行的律法 保罗十九二十节就给了答案 他说 第一 律法本是教人知罪 如果没有律法说不可奸淫 那么 奸淫到底有什么罪呢 如果没有律法说不可贪心 那么 到底 赌博 不可贪心的话 那赌博有什么罪呢 今天在外邦的社会 在不信主的社会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他们不以为奸淫有什么不对 他们不以为赌博有什么不对 所以当我们说这些都是罪的时候呢 他们非常惊讶 为什么他们惊讶 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有律法 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教人知罪 不过律法 没有人可以靠遵行 没有人可以靠遵行律法 来得到 遵行来得到与神有和好的关系 但是律法仍然有它的功用 然后 就是教人知罪 其次 也叫普世的人都负在审判之下 我们看第十九节 我们小的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之以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根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负在审判之下 什么意思呢 律法就是为了审判 这个审判人用的 当律法说 奸淫跟贪心都是罪的时候 当然没有人不可以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罪 所以我就无罪了 在法律上 没有不知这不罪的这样的 这一回事 我们对很多法律都不知道不清楚 但我们活在这个法律的统治之下 在法律的管制之下 即使我们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如果我们犯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犯了这个法了 所以律法有作用吗 有作用 第一个是叫人知罪 第二个是叫人负在这个审判之下 虽然人行不出律法 律法仍有它的作用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岂不是没有人 岂不是没有人 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吗 真的 没有人行出律法 所以大家都犯了律法 大家都犯了罪 所以没有人可以靠律法 靠行为来得救 所以没有人就可以 这样说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 是不是这样 保罗说不 3章21节 为什么不呢 但如今 神的律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A part from law has been made known to which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testify 但如今 有一个方法 There is a way 可以在律法以外 That outside of the law 让神的义显明出来 T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神的义有几个说 几样的意思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carries several meanings 就是神是公义的 That God is righteous 但我们要能够跟神和好 That when we want to be reconciled with God 或者说我们要能够得救 Or we want to be saved 我们也要让神 神是公义 我们也要让神称我们为义 That God is righteous And we must be declared righteous by God 神是义 我们要满足神的义 And God is righteous We must fulfil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靠着律法 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神的义 But depending on the law We cannot fulfill this 但现在有一个方法 But there is one way now 这里说在律法以外 That it says apart from the law 可以在律法以外 That apart from the law 让神的义显明出来 T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而且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And be made known in our heart 什么显明呢 好好好 3章22节 3章22 就是 That is 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给一切相信的人 This righteousness from God comes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ll who believe 所以 讲完了 第1章第2章第3章前面的 看到了人类 没有一个人可以 因为行律法得救 人类没有一个 可以在行为上 称义 And finishing from chapter 1 to chapter 3 That nobody can depend on his own way or by the law to be saved or to be declared righteous 所以从人来看 人类已经 已经没有 没有希望 So in the eyes of man Man is hopeless 人类唯一的结局 就是沉沦 The only destiny of man is to be perdition 永远跟神隔绝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等候人类的 就是那地狱永远的火 And what is awaiting mankind is eternal torment something of hell 但是就在这个说 保罗说 But right now Paul suddenly said 但如今 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 But now righteousness from God apart from the law 就是不通 不必通过律法了 That is you don't have to go by the law 可以 可以 就是 越过律法 That we can surpass by the law 但是 越过律法 又不是 不满足律法 But surpassing the law doesn't mean not fulfilling the law 所以 那么要怎么样得到呢 How then 就是 因信耶稣 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That is given through everyone in Jesus Christ through faith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ll who believe 然后他说 这是保罗自己的发明吗 Is this the invention of Paul 不是的 No 因为有律法跟先知 已经证明了 Because of law and the prophets had testified 21节的 21节的最后一句话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The last phrase of 21 that to which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testify 律法和先知 The law and prophets 就是旧约 That's the old testament 就旧约已经证明了 That the old testament had testified this 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 That the truth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不是在保罗的 不是保罗发明的 It's not invented or discovered by Paul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 然后三十 然后继续地说下去 23节 And that verse 23 世人很有名的一句话 很有名的一节 很熟悉的一节经句 And very famous verse 23节 23 因为世人都一起读 因为世人都放了罪 複缺了神的荣耀 这什么意思呢 人活在地面上 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人应该荣耀神 每一个人都应该荣耀神 人造作神的形象造的 人应该荣耀神 动物不一定荣耀神的 有时候你去动物园参观的话 那些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表现的时候呢 有时候一点都没有荣耀 And sometimes they do not glorify God 咬来咬去吵架 They call the quarter They bite each other 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 And they call all kinds of actions 只有让人家羞耻一点 都不荣耀神 You only bring shame and no glory to God 但人应该荣耀神 But man must glorify God 所以呢 当一个人不荣耀神的时候 So when a man does not glorify God 就是亏缺 亏缺神的荣耀 And he has fallen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当我们不荣耀神的时候 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So when we do not glorify God We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当人做出了一些 一些神所不喜业的事情的时候呢 So when man has done certain things 他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了 He has fallen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所以人一犯罪 就亏缺神的荣耀了 So when man sin He has fallen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So when men sin He has fallen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For all have sin 亏缺了神的荣耀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也就是世人都犯了罪 In other words That all everyone has sinned 让神失去了祂的光彩 That God has lost His glory 很多时候这个华人 我们要光中要主 And sometimes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ring glory to their ancestors 所以家里有人做了一件羞耻的事 But someone in the family has done a shameful thing 我们就觉得他不能够光中要主 And he cannot bring glory or fame to the family 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方面想呢 就是其实这句话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是有这样的一点的意思 And so as you consider that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Carry some similar meaning here 所以人一犯罪呢 So when men sin 就不能够 就不能够荣耀上帝了 And no longer glorify God 那么 圣经说 不荣耀神 就是罪 And the Bible continues to say When you do not glorify God That sin 如果活在地面上的一个目的 一定要让神得荣耀的 And God must glorify 不荣耀神就是罪 So when we do not glorify God That is sin 而有时候我们抢夺神的荣耀 And sometimes you rob God of his glory 在这个聚会当中 应该是神得荣耀 Because in this service God ought to be glorified 可是我们看见聚会中的人 那边一直的表现自己 But in the service You see people try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甚至大家拍掌啊 The people clap 好啊 Very good 再来一个好不好 Encore 好啊 Good 哇 因为这个人表现 在聚会中表现得很好 Because this person is able to perform very well 如果极荣耀一生 极荣耀一生 忘记了神应该得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当一个人夺取神的荣耀 也是一种罪 When somebody robs God of his glory That is sin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 So under this enlightenment 在这样一个角度之下 And under this perception 你想一想 Consider 昨天你参加的教会 Yesterday we attend church 你的教会是荣耀神 还是在荣耀人 Is your church glorifying man Or glorifying God 如果你发现 你的教会在荣耀人的话 If you discover that your church is glorifying man 各位 这是罪 And this is sin 是你夺取神的荣耀 Because he robs God of his glory 我们常常以为 我不去偷不去抢 Sometimes you think I don't rock I don't go and steal 我不去红灯区 放重情义 我就 我就不会得罪神 I don't go to the red light district I won't sin against God 其实不是的 But not necessarily But when you steal God's glory 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或者这个就是罪了 So when a person sins There is a twofold sin 好了我犯贪心的罪 这是一个罪 同时因为贪心 我就不能够荣耀神 这是第二样的罪 双重的罪 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世人都犯了罪 一样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第二样罪 我们常常以为 常常以为 只以为某一个罪是罪 我不要去做 可是忘记了 还有一个罪 是亏欠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常常 也很需要敏感 我讲话 我做事 我表现 我会不会亏欠神的荣耀 当我把自己高级起来 我把自己的工作高级起来 我的工作是很 一看的工作可能是很辉煌 但是我把工作高级起来以后 人家看到是我在做的话 我告诉你 这就是罪 因为我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明白这个真理 好 接下去 那有什么出路呢 3章24节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立 所以如今这是一个出路了 就是蒙神的恩典 神人犯罪 在人犯罪之前 远在人犯罪之前 远在神还没有造人之前 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 祂已经计划了祂的恩典 那么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这个救赎 耶稣的救赎是一句话 包括了十字架的救恩 包括了要借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受苦 为我们还清罪债 所以这个救赎就包括耶稣基督的血 包括耶稣基督的受苦跟受死 对这个受苦是地狱般的受苦 原本一个犯罪的人应该受地狱之苦 地狱之苦怎么形容呢 你看那一个财主到地区 他经历怎样的苦呢 两种的苦 第一种他孤单 首先他到地区他谁都看不到 有没有亲人在那边 肯定有 肯定有 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的亲人 他的友人 天堂 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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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这是亲人在一起 亲人再见 但是在地狱没有 这是孤单的苦 耶稣怎么喊啊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因为 为什么他这么喊 因为门徒已经众叛清理了 世人弃绝他 门徒离开他 这时候怎么样 他全身代付世人的罪 你是上帝眼面不看 所以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孤单的苦 心灵的痛苦 然后他说我渴了 刚刚好 在地狱有一个 就是这个财主 他告诉天上的人说 用一点水 凉我的舌头 用一点水 凉我的舌头 用这个我渴了 把身体的痛苦也讲出来了 所以耶稣 耶稣的救赎 我们常常强调的是他的流血 但是我们忘记了 忘记强调他的受苦 十字架的救赎 包括了血 包括了耶稣的受苦 也包括了死 我们看见 生命的属 竟然死了 我们看到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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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这个流血 受苦 受死 使到这个救赎 可以 白白地 赐给我们 这些都是在神 神在万古之前 计划中的恩典 只是如今才显明出来 让我们可以 白白地赐 所以当我们说 白白的是 我们说 所以耶稣并不是白白的 所以耶稣 所以当你读神学的时候 你知道神跟我们 主耶稣跟我们 立了一个恩典之约 我们得到恩典 白白的 可是圣子 主耶稣跟圣父 立了一个救赎之约 对耶稣来说 他付上代价 这个救赎之约 其实对耶稣来说 是他的工作之约 他的工作 对我们是白白的 对耶稣 我们不必靠任何的功德 我们只要信 可是耶稣 立了这个功 做了这个功 完成救赎之功 所以 当然这个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 神学这方面的 这个真理的话 我稍微提一提 如果你能够读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其实神 神一造人的话 就跟人立岳了 立了什么业呢 读圣经 当然我们这样读 但是神学家把它 归纳起来 神造人就跟人立岳 你说有没有圣经之词 有 何西亚先知书说 我们好像亚当被约 亚当跟谁立岳 亚当是一个人跟谁立岳 就是跟神立岳 立了一个工作之约 所以亚当必须 做工 叫做工作 就是完全遵行神的话 来得报神的恩典 可是亚当被约了 这一个 这一个业就叫做工作之约 以后主耶稣就圣父圣子 就立了救赎之约 耶稣就完全的顺服 亚当没有办法顺服的 耶稣完全顺服 所以借着祂的完全顺服的救赎 让我们白白的称义 我们什么叫称义呢 好像因为法官宣告无罪 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真言书七章二十五节 十五节 真言书七章四五节 大家翻一下 虽然我们已经写在讲义上 但是还是翻一下 真言书七章四五节 对不对 超错了 好 标准这边 那标准有一句话说 定二人为义的 十七章四五节 十七章四五节 一起读 定一人为义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证悟 等一下 定二人为义的 定二人为义的是耶和华所证悟 现在人类这么的败坏 那么现在耶和华宣布这些败坏的人为义 称他为义 神不是反自己 违背他自己吗 神反自己的道而行吗 一个法官 世界上最差的一个法官 是宣判 犯罪的人 无罪释放 同意吗 世界上最差的法官是把一个 没有把一个犯罪的人宣判他 无罪释放 几年以前台湾有一个很糟糕的罪犯 这人非常有名 坚淫罪猎什么都做 之后他把一个台湾的一个义人的女儿绑架了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绑架了 之后把他杀死 那么后来被抓了 之前他已经犯了很多的这些奸淫戒猎的罪 然后呢 有一天有个牧师就进去监牢里面 当然这个人被判死刑了 监牢 他进去监牢里面 劝这个人悔改 后来这个人信主了 他重生得救了 全台湾的议论发出这一个 发出这一个抗议的声音 他说基督教的真理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基督教的道理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道理 这样的人还可以得救 你怎么说 现在问题来 你怎么说 神反其道而行 把有罪的当无罪的是吗 当然不是的 我们看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 在讲音信称义上 我想是非常重要 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难怪当 马丁路德读了罗马书之后 他敲起了宗教改革的钟声 神把没有罪 把有罪当作没有罪的 不是的 三章二十五节 神设立耶稣做晚回祭 是凭做耶稣的 借做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 先读二十五节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这段圣经是讲 为什么神能够宣判有罪的人 因信称义 因信而无罪释放呢 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晚回祭 二十五节 那么是凭做耶稣的血 而借做人的信 刚才我们说 耶稣的救赎 耶稣的血 耶稣的受苦 耶稣的死 还有借着人的信 神设立 什么时候设立 我们刚才说 在万古之前 远在他创造人类之前 神设立了耶稣 做晚回祭 那么这个晚回祭有两个意思 当然晚回祭有赎罪祭的意思 就是用 代替赎罪 就是在 远在旧约的时候 神就 神的这个 救赎的预表 就出现了 在伊甸园的时候 人在自己想办法 要来遮盖修持 就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身体 神就让他们 制皮衣 皮衣之前 就一定有 这个动物被杀流血 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了 这个远在 远在伊甸园的时候 就有了 这一个 赎罪的影子了 以后呢 在整个人类发展 从圣经看到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 这种代替赎罪的 这个预表 一直的出现 而一直到 以色列人到埃及 以后出埃及的时候 那是更明显的 出埃及之前 有一夜节的羔羊 被杀 因为摩西在山上 领受了整套的 这个赎罪的 这个预表的礼仪 所以需要有 无常记的羊 祭司的手 按在羊的头上 而意思就是说 这个要赎罪的人 把羊带来的 他的 他的罪就移到 羊的身上 以后羊就被杀 流血 那么这个是赎罪祭 所以 当耶稣来了 耶稣 祂是神 也是人 所以祂没有罪 所以祂为我们献上 然后这个挽回祭 挽回祭有恢复的意思 所以有人说 我们 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贵复到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这样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凭耶稣的血 圣经在这里说凭耶稣的血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 这个血包括祂的受苦 包括祂的受死 然后呢 也借人的信 再读一次三章二十五节 神圣灵耶稣坐网维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祂用忍耐的信 宽容人 先是所犯的罪 所以这就显明神的义了 那么这个义 就是在律法以外显明的 不是要人遵行律法 只是人要接受 要信要接受 耶稣的代赎 耶稣他为我们死 我们要接受 原本死 受苦流血都应该是我们的 但是 即使我们这样做也没有功效 因为我们是罪人 那你可能问一个问题 两天前有人问这个问题 他说假设有一个人 真的没有罪 当然是不可能 圣经说不可能有这个人 假设有这么一个义人没有罪 有一个人真的是没有罪 那么我犯罪了 他要代替我死 他的死有没有功效 他代替我死 他的死有没有功效 大家想一想 不要很快就答 没有功效 还是有功效 想一想 当我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一下 我说 真的有这样一个无罪的人 他心甘情愿 为我这个罪人死 以神所设立的 这个赎罪的原则 那神不能够违背 他的这个公义 他既然以耶稣来代替 世人的罪 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 所以他代替世人的罪 所以这里有一个人 but now here comes a man X人 X man X man 然后他代替 然后他代替 我的罪 and he this is a substituted of my sins 以神的公义 with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神不能够 神不能够 不接受 这样的一个代替 God must but to accept 因为他既然以耶稣代替世人 他也必须用这个X来代替我 X要代替我的罪 他完全没有罪 当然没有这样的人 不过假设是他完全没有罪 他可以代替我 我可以逃罪 他必须死 但是问题是 他可以代替他吗 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一个人 一个人最多代替一个人 所以耶稣为什么一个人 可以代替全人类呢 如果全人类要让他救的话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救赌死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 And why is it when the person dies for all and all has died Why 为什么 Why 神学生回答 Bible students answer 因为 Because 不会回答 不会回答 他今年没有人逼我告诉你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耶稣可以代替这么多人 Why is it that Jesus can be a substitute for so many people 没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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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 Because 没有人会回答 没有理由啊 我这个不会回答真的不可以毕业知道吗 今天不举行本科毕业典礼 No Graduation Service 我要你们回答 因为他是 他是神 大声点 Because It's God 为什么 神就可以代替全人类 But why is it that God can be a substitute for all mankind 为什么 Why 神是 无限的 Because God Is Infinite 因为神是无限的 Because God Is Infinite 所以他的爱无限 The love is infinite 他的牺牲也无限 And his sacrifice is infinite 明白吗 Yes 他的牺牲也是无限的价值 And therefore the sacrifice of Jesus is infinite effect 所以他可以拯救古往今来一切的 他要拯救的人 Therefore he can save people from ancient past to present Not anyone he wants 我告诉你连旧约他还没有来的时候 就愿那些上徒蒙拯救 For the saints of the Old Testament to be saved 也要通过 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了 Like what I say must go through the salvation of the throne 是向前看 For the Old Testament are looking forward 我们今天是向后看 For us you are looking backwards 我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To turn our eyes unto Jesus Christ in the order and perfecture of our faith 所以有时候叫你们回答就回答 不要不好意思 So answer啦 Don't be shy 你 你不会犯罪的 你大声回答 不是荣耀你自己叫你回答吗 你怕你犯罪是吗 You won't seem by answering loudly 可以回答就回答了 不然僵在那边 我以为你们一定会答出来 赶快答出来 所以不要记得要这个很重要 此时整个课程可以顺序地进行 有时候可以互动 有时候也是可以互动 and sometimes we can compliment each other 好 对了 所以 凭着耶稣的血 虽然一句话是血 但是他就包括了 这一个牺牲 包括了这个受苦 包括了这个受死 也包括了他的爱 然后借助人的信 耶稣为人死了 人不接受 人不信 那么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赎罪记跟挽回记 也一样的没有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 我们会 或者有些人说 反正耶稣都已经为全人类死了 所以既然都为全人类死了 所以功效就达到每个人 你信不信 他都救你 这个叫做普世得救论 可是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经 圣经怎么说 单单这一节就告诉我们 凭着耶稣的血 借助人的信 三章二十五节 再一次 神设立耶稣做完 一起读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助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就是神的义 在立法以外 显明出来了 因为耶稣的救赎 因为我们的信 神的义显明在我们 这些罪人的身上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 这里也就讲到 神的忍耐跟宽容 看忍耐跟宽容 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死了 他的那一部分 他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 要借助人的信 有人就问一个问题 那还要我的信吗 我不信 上帝也救不了我吗 所以我还是有功劳吗 我还要信吗 信也是一个行动吗 所以说哪里 我哪里说 是因信称义 还是要我有动作吗 我们解释 连这个信呢 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是信不了的 所以我们是本乎恩 也应做信 我们是因做信 也是本乎神的恩典 那有人就说了 既然如此 我要用 我要用 我要用一个办法 来证明神不是全能的 神可以救 可以救所有的人 因为祂是全能的 不过我要证明 祂不是全能 就是什么 我不信 我不信 祂可以救全能来 但因为我不信 祂救不了我 所以我要用下地义 来证明神不是全能 我刚愿下地义 会证明一件事情 上帝救不了我 所以祂既然救不了我 祂就不是全能的 怎么办 神学生当然有答案 你们有没有答案 我们知道 我们的同工都会有答案的 你没有答案 在这里多年上课的同学 一定有答案 你有没有答案 今天晚上 你必须有这个答案 这个人 当一个人说 我不信的时候 不是他 不是他 说我不要信 他为什么说 他为什么可以不信呢 因为怎么样 神放弃了他 我们读神学的时候 发现 救恩是不可以抗拒的 当神的救恩 临到你的时候 你要不信都不可以 是的 救恩是不可以抗拒的 当救恩临到你的身上 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你 你非信不可 但是如果你说 我可以不信的话 你自我下地义的话 请听好 那是神放弃你 神放弃你 所以当这个人说 我要不信 下地义来证明 神不是全能 但是圣经怎么样 神给法老的心 刚硬 神给这个不信的人的心 刚硬 神是全能的 明白吗 你应该有答案了 你可以再去思想 你明白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课程 你没有的不然的话 如果单单 我不是说 在教会里面听到 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些真理 不是 因为教会的 这个讲台 常常会照顾到 很多方面的人 每个人带有新的人来 我们通常教会讲台 尽量避免讲这些 这些救赎的原理 救赎的机制 所以救赎的原理 救赎的机制 就留待在神学院的课室 或者教会的 这个举办的 这些神学课程上 所以 人得救 人得赎 也是神的忍耐跟宽容 救恩 神已经设立了救恩 但救恩没有立刻 救恩的门 没有立刻关 这个得赎的恩典 没有立刻收回去 神继续地忍耐 继续地宽容 所以他一直地等着人悔改 所以我们看见 这也是他的爱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 我们再看3章26节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信称 信耶稣的人为义 3章26节 3章26节也是一个矛盾 他是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所以他是义 应该惩罚罪人嘛 可是他说这里 他的义 也称 信耶稣的罪人 也称罪人为义 他是义 应该惩罚罪人 可是这里说 他的义是 称罪人为义 我们说这是矛盾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借耶稣的血 显明了律法以外的义 现在这句话就听得明白得多了 但是可能还有人不明白 我们看他已经两度解释了 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 借着耶稣的血受苦受死 还清了人的罪债 原本我们犯罪 我们面对的应该是 第一永恒的痛苦 孤单 这个心灵的孤单 身体的痛苦 他在十字架 替我们受苦 他替我们流血 还清罪债 所以借这一个 他已经还清了 借着他已经 为我们受苦受死了 显明了律法以外的义 所以他是义 既然赎价已经还清 有人替我们死了 他就不能够不赦免我们 已经有人替我们死了 所以刚才我举出的那一个例子 那个不是我要发明来讲的 是人家问起 所以我顺便讲的 如果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 他甘愿替我死的话 那么可以吗 成是义 不可以 不可不可以的 一定要 因为这个人竟然替我死了 我的罪不能够 只有两个人来负担 这是一个好人 他什么罪都没有 他担当我的罪 所以我一定要得到赦免 这是神的义了 我们那一个答案 也是根据这个神的义而得到的 但是请大家注意 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说明 孔子要替你死 不行 佛陀要替你死 布达要替你死 不行 不可能 还有谁 老子要替你死 老子要替你死 不行 不可能 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要替你死 除了耶稣以外 其他都不行 所以唯有耶稣 天下人间 没有第二个名 可以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吗 所以他也称 因为他是义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用常常我们所说的话 他已经父亲俗价 他也要称我们这些 所有信耶稣等为义 虽然我们坏到 好像那个台湾的陈某某一样 所以这个陈某某呢 全台湾抗议 这个人怎么会得救 但是上帝不赦免他不可以 因为耶稣的血已经为他还 为他 耶稣已经替他赎罪了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 我们大家都会 对这个得救的机制 得赎的机制 能够稍微明白一点 不过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继续地去练习 去读 两个礼拜后 我们就忘记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多年读神学 一直读一直忘 是这样的 所以神的道 你要一直地来接触 一直读圣经 一直只想 所以我们的心里 就非常有把握 救赎很重要 如果没有得到救赎 我们前面一片黑暗 等一下之后会谈到 我们可能是下一次 下一回我们会谈到 没有救恩 根本就没有盼望 不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人 没有救恩 他们能够活得这样 活得这样泰然 我真的是不明白 不得讲平安 我们恳求主联明我们 让我们明白救恩 让我们抓住救恩 让我们传扬救恩 好我们休息后再来 请继扬辛费 继续 人